离奇的意外 这个运超车竟然掉到水里 当时很紧张 车上载满了现金 六千万开得太快了 结果最后撞上了桥墩 就这样掉到了河里去 那么消息传出的时候 一度非常紧张 因为想想看 车上六千万白花花的现金 如果掉到水里面 一冲的话 恐怕是找不回来了 还好后来发现 这些现金都被铁盒跟保管箱层层保护 也没有歹徒趁水打劫 最后保存公司赶到现场 是连人带车 用拖车运走至于人呢 车上有两名保全员 两人撞到额头流血 但是仍然坚守岗位 这六千万一毛都没有少 运超车碰得一身 摔进了三公尺身的膝底 连同车上的六千万现金 也一起掉进去 仔细看就在车上仓库里 放着六千万的千元大钞 足足有上百公斤重 这下遭了保全员头部遭撞伤 被救上岸 脸上仍充满不安的表情 要是六千万现金 被水流给冲走 该怎么办 就是照擦伤这样而已 就撞到撞到 我不知道撞到哪里 没有回程 就还在工作 还好这条小溪 水深只有半个轮胎高 加上层层防护的保全铁门 没有被强大力道给撞开 这才保住了六千万的现金 那是用铁盒子装着 所以依照目前的状况 应该是还没有 钱并没有弄事 不过再满六千万现金的运钞车 掉进了小溪 这可让警方好紧张 保全公司赶紧请来吊车 连车带钱赶在天黑之前 吊挂上岸 否则会不会出现其他状况 大家都不敢保证 拖车赶紧载着运钞车 加上前方一台后面三辆警车 十多名警力介乎之下 六千万的现金一直放在车上 甚至连运警都没看到钱 就被保全公司用拖车 再回总部 回到一开始 运钞车疑似车速过快 转弯撞上桥蹲 整台车直接冲进溪底 车头保险感轻微擦撞 关键的六千万现金 差点被水冲走 还好车没翻 保险箱没失效 否则两名保全员 这下可得陪惨了 记者在台中的综合报道